262 《香港經濟日報》 《馬英九美過境總統身份哈佛座談》 2015年7月13日《中國要民A20》 本報信 台灣馬英九總統展開過境外交 在美國波士頓過境停留期間,進行訪問活動 並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出席哈佛大學座談 馬英九在當地時間週六抵達波士頓時 獲得美國駐台機關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博帥光 Raymond Burdick接待,並隨即前往母校哈佛大學發表演講 演講非公開談兩岸東海南海馬英九的這次演講 並未對外開放,台灣媒體尚未報導具體內容 但馬英九於出發前接受中華電視公司採訪時說 演講除了談台灣內政外,還涉及兩岸關係 東海和南海議題,出席這場閉門演講的除了薄碎光外 還有正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人的台灣前行政院長江儀華 以及馬英九當年的導師,紐約大學發學 教授孔極榮Jerome Cohen,馬英九期後參觀哈佛校園 並到他與周美清結婚前曾居住的誕生學生宿舍外華 台灣中央社報導,數千名來自波士頓及其周邊的台灣 跟僑民到波士頓華秀與馬英九見面 台媒體形容,馬英九這次以中華民國總統身份訪問哈佛大學是一員宿願 其過境行程更是實質訪美,具有相當政治意涵 但華盛頓官員將與馬英九如何活動目前仍待觀察 馬英九這次訪問代號惠狗楊專案,國境美國後 目的地是中美洲的多米尼加、海地和尼加拉瓜等國 還有兩次 지나 經營加 fuckin 傳出